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曾英镑低水作出稳健投资 买入当地物业系选择之一 受新工肺炎肆虐影响 独立宏观经济研究机构 Capital Economics 表示 方程导致当地房屋成交数量显著下跌 但同时都预期 在政府推出的财政方案 和补助人民薪金的政策下 楼市淡静的情况 不会超过三个月 而早前英联银行降低利率 去到0.1厘的历史新低 借贷成本和工楼压力大大降低 就更是买家入手的好时机 特别是当地首次置业者 肺炎对于经济或房产都有短期的影响 但我们要明白 它和以往我们认识的金融海啸 或者亚洲金融风暴 就是两件事 以往的金融风暴 或者亚洲金融风暴 或者金融海啸 其实是根本经济 或者投资骨牌的效应 但这次是因为疫情要影响 我相信希望疫情很快过去 所以在房产中 我们会明白房产是最忠诚的投资工具 所以作为一个中长线投资 我看不到有很大的影响 识检检住英国哪个好呢 第二大城市曼切斯特 就教首都伦敦更胜一筹 而当中的市区豪宅地区 Ankos更加是甚有看头 Ankos其实是现在英国里面 Top 20 最高尚的住宅区 里面都环绕着一些年轻 一些专业人士 就是聚居地 而在这区里面 我们见到很多相当出名的食肆 咖啡店 譬如环米芝条很出名的 星级餐厅 都是位置其中 所以今期Premier Capital 就推定围住Ankos 这个豪宅地区的项目 Ankos Gardens 楼高15层的Ankos Gardens 又发展商Bitch Holding打造 合共提供155个单位 户型涵盖一房去到三房后 单位面试介乎499 去到1215番尺不等 项目将会在2021年 第二季至第三季交楼 首期低至1成 售价只由230万港元起 即是23万港元首期 就可以轻松入手 与此同时 屋内设计也多别出心才 凸显英国罕有的豪宅架架 在Ankos Gardens 发展商要打造高尚的住宅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室内高尚的设计之外 涵盖了几种东西 值得人看 包括了房间的厅 楼大高是2.7米 一般来说 都是2.4米 另外 亦有智能地板快点 我们现在都很少建议 而且里面的全屋 都是采用了英国的家具 和意大利的高级家具 希望收到一个高级的厨所 给当地的专业人士 住在Ankos这个时尚居住地区 食卖玩圆圆不绝 由Ankos Gardens 步行7分钟 即可到达市内最大型救密中心 Arndale Shopping Center 和大型百货公司 Selfridges等等的救密热点 交通方面 步行5分钟 就可以到达Victoria 轻铁站和火车站 又可以选择市内的免费 循环巴士 穿梭时区各地 至于步行14分钟 更去到HS2曼切斯特总集 Piccadilly火车站 乘高铁直达伦敦 将来只需一个多钟 Ankos未来的升值潜力 更是非常优厚 介印豪资80亿港元 属英国西北部 最大商业活放项目 Norma商业区 就在Ankos Gardens附近 整个项目由市政府牵头 包括是19栋全新 和重建的甲级写字楼 零售、酒店和写字楼楼楼面 超过400万方尺 不少大型企业 即是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和The Corp等等 已经是进驻 始于方网巨头亚马逊 旗下面识大约9万方尺的 曼切斯特总部 亦是今年2月份正式啟用 由于多家国际企业 乐湖这一区 所以租务市场前景 亦提高一线 如果用租务情况 我们可以看看 用空置率去做一个比喻 基本上 Manchester 你现在见到空置率 是0.55% 即100间屋里面 都不够一间 Manchester 为例 你买了一间房屋 去出租的时间 基本上租金 已经足够cover 开支 甚至乎帮他供卖楼 有兴趣的投资者 欢迎参加即将举办的 Ankos Gardens展销会 到时还有投资广座 给大家参加 详情可以看内民的大笑 东方记者王永宇不斗